- 任何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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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喽大家好 - 我是张一星 - 今天跟大家讲的这首歌 是炎黄子孙的beat制作过程 - 这个歌一开始是用中国古琴做的intro - 任何音乐 - 任何音乐 - 任何音乐 - 我的tag - 任何音乐 - 任何音乐 - 任何音乐 从开始的verse 1 第一个派子就用808刷下来 这个是琵琶单轨 然后加了原来原有的trap的一些b 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有一个fx 在延续到后面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break 停掉 然后只把琵琶留在这 然后在最后进高套之前有一个特殊音的处理 在这里的时候我选择用brass的one shot去叠在下面 所以让 因为这个brass它是那种散开的brass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它不会完完全全抢掉 这个flu前面有一个flu 一个sample 不会抢这个sample的这个音音像 为了让bass更加的厚重 所以加了一个pad 然后pad上面挂了一个filter 让它左右摇摆 然后让这个bass pad 这个bass pad让它可以左右摇摆 所以整体听起来是 所以当时这里还有依旧我很喜欢的一些Vocal Chope 所以听起来是 Vocal Chope 在这里是做空间感的作用 然后再到bridge 有一个snale的pitchdown 在这里就是选了中国的那个中国大舞 然后整个把鼓琴reverse 反过来 这一次bill到 最后一次是 炮弹的声音 让这个更加热血 更加炸 更加燃 更加热 更加热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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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个歌做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beat 整个歌实际上体现的是各种热血的东西 想体现的是 国内在身后 我们炎黄子生 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将来报效祖国 报效国家 其实蛮不一样的 就是可能在我筹备专辑的时候 各方面的支持也好 技能也好 一直在不断地提升 可能那个时候在发专辑 做专辑的制作的这块的时候 可能经验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各方面都是一直在不断地在进步 所以有时候在回看的时候会觉得说 其实专辑这首歌可以更好 但是呢 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过 或者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说 过让我们把唱度人那些歌 移到专辑里然然 但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专辑就是专辑 唱度人是唱度人这个节目 我希望我每一次出的歌 都能对得起所有 购买我音乐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我希望每一首歌 都能够有它的独立之处 都有它的特点 然后让别人觉得 买了以后不会觉得亏了 现在的这些制作人 他们可能更加随性一点 他们的做beat的 不管是时间也好 还是说他们的idea也好 或者是怎么碰到出来的火花 他们可能就是 在一个比较随性的时间 一个突如其来的idea 也会让他们碰到很多人面 但是 这毕竟是节目嘛 他每一周都要有新的东西出来 每一周都要有新的歌 对不对对 每一个制作人来说都是蛮有压力的 其实这个压力确实挺大的 你想想这样 基本每个礼拜做一首新歌 每个礼拜做一首新歌 其实压力其实蛮大的 我觉得就是把压力换成动力吧 然后给那些支持我的这些朋友们 不让他们失望 然后他们觉得说 哦 原来他也可以这样 哦 原来他可以那样 那我还蛮期待这个 那就好了 我觉得就做到自己的最好 不要亏得于任何一个人 从小家庭给我的教育 就是温馨就快了 最后大家喜欢这种流行鼓势